好 大家好 午安 接近熊的現場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這一段影片 現在引發了以色列 還有南韓之間的一些外交上的風波 原因就是呢 以色列駐韓大使館 在耶誕節之後的26號 在官方臉書上頭 發出了這樣的一段影片 呈現的是南韓人民在首都首爾 遭到蒙面歹徒攻擊的想像畫面 但現在呢 卻讓南韓人很不開心 一下看 好 畫面當中呢 其實原本這個南韓民眾 他們是模擬沉浸在耶誕節的 節慶氛圍當中 但是突然手機的鈴聲大作警報響起 接著就發生了攻擊行動 槍響大作 好 所有人都是驚慌逃窜的 然後呢 有一名母親 她就警報著她的女兒躲避 但是女子後來是遭到歹徒給掳走 影片的最後更是寫上說 想像如果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在你身上 好 如果這個以色列遭到哈馬斯攻擊的恐怖狀況 發生在南韓人身上的話 那該怎麼辦呢 當然這影片一出是引發南韓的輿論熱議 而後來以色列駐韓大使館就把影片給刪除 南韓的外交部現在發表聲明 表示說這個影片當中 類比其他國家的狀況是相當不適當的 好 其實這段影片呢 挑動的是南韓人的敏感神經 因為呢 以色列人他們模仿南韓遭到暴徒襲擊 似乎就是暗喻 可能即將會有戰爭嗎 好 這裡讓每天都得面對這個北韓核武威脅之下 南韓人覺得很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 以色列的駐韓大使托爾 他就表示說 其實影片他們主要一開始的用意是說 想要重現10月7號當時的這一場恐怖戰爭 要幫助南韓人了解戰爭的狀況 但是呢 南韓大使館就回應說 哈馬斯殺害跟綁架以色列公民的行動 當然是不可以被原諒也不容辯解的 但是以色列大使館製作跟散佈這一段的影片 是類比另外一個國家的狀況 實在是很不適當 讓人經過韓方的抗議之後 這個影片現在已經下架了 好 不過以哈戰爭現在延續要即將進入第三個月了 當然 現在戰士還在打 可是這年還是要過嘛 好 2024年倒數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跨年活動 現在即將會在紐約的時報廣場來登場 到時候人會非常的多 每一年大概都有上萬人是共襄勝舉 但是呢 因為這個戰士還在開打 紐約市警方現在就很擔心說 有沒有可能到時候會抗議走掉呢 因為其實在過去的幾個禮拜 都是有親巴勒斯坦的一些團體 他們在紐約的街頭抗議 所以呢 現在紐約警方他們就不敢大意 加強維安 嚴防說這些抗議 有可能會演變成潛在的威脅 而以色列呢 其實採取的是這場戰事當中 他們是比較強硬的立場 說直到殲滅哈馬斯為止 這個戰士都不可能會停止的 但是呢 你戰爭一打下來 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看得到盡頭 當然自家的經濟現在陷入了困境 因為總共有90萬的以色列人被徵召入 那也導致高科技的人才 有10%的人才是流失的 好 另外包括了農業建築業 還有旅遊業的進出口貿易等等 都是有受到衝擊的 本季度的經濟萎縮 目前預估可能會達到2%的萎縮 好 另外來看到是在加薩這邊的狀況 雖然說要邁入2024年了 但是加薩民眾他們還是什麼都缺 缺糧食 缺物資 缺水 雖然說聯合國現在已經決定通過 擴大對加薩的人道救援的援助案 CNN就報導了一則相關的新聞 好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是有救援的物資車隊進入加薩的時候 好 當地民眾看到這個救援車 這個滿載物資的車都非常的開心 他們就想要擠上錢去去搶物資 這個場面 令人相當震撼 加薩衛生部現在表示 自從以哈戰爭爆發之後 當地至少有兩萬一千多人死亡 兩百四十萬的人口 現在有八成是被迫離開家園的 許多人目前都暫時逃到了加薩的南部 住在擁擠的避難所 或者是臨時搭建的帳篷裡頭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現在就呼籲 要緊急採取措施 要緩解加薩人民面臨的嚴峻險境 好 另外來看到的是這個狀況 也是滿嚴峻的 就是在緬北這邊 由於當地情勢是持續動盪 而現在呢 包括這個詐騙集團 他們的觸角也越深越長了 現在甚至說有很多的美國人受害 緬甸軍政府現在就宣布說 要再跟泰國來進行軍事合作會談之後 決定要攜手打炸 打的就是泰勉邊境的這些 網路詐騙集團 好 同時間CNN的記者也前進緬北直擊 直擊到這邊著名的KK詐騙園區 好 發現這個園區 它的面積越來越大 甚至說有訪問到這一些所謂的豬仔 他們是被騙到詐騙園區裡面 說是要工作 但其實呢 從事的當然不是正當的工作 是詐騙工作 好 其中有一名印度人就說 他原本是要到曼谷去工作的 沒有想到後來就居然被騙到說 緬甸這邊來工作 好 當然是透過這個電話 來詐騙一些國外的人士 而且他過程當中假扮的是一名俄羅斯的美女 他也說呢 如果沒有聽從上層的旨意來幫忙詐騙的話 可能就有生命上的威脅 CNN記者直擊的就是惡名昭彰的緬甸詐騙 据統計台灣人一年被詐騙的金額約五十億元 大陸更是高達上百億 詐騙集團令人咬牙切齒 CNN記者更指出詐騙的手也伸向美國 有美國人遭騙光畢生積蓄 衛星圖看得到 KK園區就位於緬甸邊境 三年之內 KK園區不斷擴張土地面積 泰國官方表示 詐騙集團需要靠電話通訊 所以才會盤踞在泰國邊境上 方便利用泰國的電信網路 CNN還訪問到 被詐騙到緬甸從事詐騙工作的印度豬仔 這位被騙的印度豬仔被害人 售出他偷拍的工作地點 乍看之下就是一般的辦公室 但老闆們動不動就處罰員工罰跳幾百下的招呼蹲跳 沒有產量就會遭到毒打 而產量就是詐騙 有美國人被傑西卡騙光與妻子存了三十年的积蓄 傑西卡卻消失不見 如今據緬甸國營媒體報導 緬甸軍政府和泰國將攜手打擊 泰緬邊境的網路詐騙集團 但這些網路詐騙集團何時能完全根絕 很多人保持疑問 記者孫益貞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甜品 下結束 咖啡 很美 在岸上 賈的 細胞 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